年輕圓警 騎車尋簽 遭雙煞 偷襲砍殺 欲邪抵抗一死一命為 配槍慘遭奪走 指紋車牌 進程斷點 滅陣殘片 藏玄機 雙煞落網 瞎掰扯謊 敬畏一見識走險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 細紙兄弟黨 殺警奪槍案 畫面中兩名執行勤務圓警 才剛簽完農會巡邏箱 正準備離開 突然之前有兩名戴著安全帽的歹徒 從後方偷襲 其中一個拿尖刀猛刺 紅杏圓警左胸 而停在內側的同事張大浩 同時間也遭到黎明童火池 開刪刀砍傷脖子 兩人根本來不及反應 頸部被砍了三刀 身達四公分 受傷圓警張大浩 立刻送一擊救 不過他的好朋友紅蟲男 就沒有那麼幸運 身中六刀 連肺部都被刺穿 不幸身亡 媽媽 媽媽好 曾局長那一機要去報告 身高約一百七十公分 十九到十五歲的這兩名 亡命之徒 埋伏襲警可見對地形低伍 十分熟悉 逃跑時甚至連平家道都亂床 這床面哪一邊就有床來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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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破門一擁而上 屋內傳來 夾雜在警方攻堅聲音裡的是 王姓兩兄弟的母親不停的尖叫 我要進來 快進來 進去 拖延時間 還要兒子快跑 房間門不開就是不開 快來囉 耗我們回血 耗我們回血啦 不開門 開起來囉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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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兄弟完全被制服 坐在座位上的是弟弟王伯英 而白色衣服的是哥哥王伯忠 你好 你叫什麼名字 我伯忠 另外一個這個是 這個是混伯忠買 這多少錢 警方接著在鹹粉房間 搜出大批刀屑 一把柄一把還要大還要危險 二十幾名的霹靂小組全副武裝 帶出了犯下C指殺警案的 王姓兩兄弟 哥哥王伯忠頭戴安全帽 還裹著外套 弟弟王伯英也戴著安全帽 緊跟在後 殺警案嫌犯落網 鄰居拍手叫好 臘下C指殺警案的 臘下C指殺警案的